大家好,这里是百味厨娘 当季节的钟摆轻轻摆过秋末冬处的界限 大地赋予的萝卜达到了它的饱满时刻 为了这个季节中最应景的食材 而鸡蛋,这个厨房里的常客 总是以其变化多端的姿态 赋予料理以丰富的层次 今天,我们要用萝卜和鸡蛋 来煮一锅温馨的荷包蛋萝卜汤 它不仅能温暖你的胃,还能温暖你的心 我们从处理萝卜开始 萝卜头尾被切掉 一层层皮被削去 露出了那粉嫩的肌里 它们被我们细心地切成丝 仿佛在准备一件精致的手工艺品 而海鲜菇,这海洋的馈赠 它的根部经过简单的处理后 便加入了食盐和食用碱的洗礼 水中的泡沫像是轻轻擦洗着它们的肌肤 生姜的切割,小葱的分离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汤底更加醇厚 给大家思订 由与你 warm家和食用碱 海鲜菇在泡发后洗净再被切成十口的小段 这样的它们在汤中能更好地释放出鲜美的汤汁 鸡蛋在清水中洗净就像是在预备这一场表演 门被轻轻打入热油的锅中 那一刻金黄的颜色开始蔓延 荷包蛋的形状被定型 它在锅中优雅地翻身,双面金黄 成为了即将完成的汤品中的一抹亮色 盛出备用 锅中油热,蒜末与葱白月入其中 那一阵炒香,是家的味道 是温暖的开始 萝卜丝随后加入油亮的萝卜丝在锅 中翻飞 细细的丝与油光交织,宛如舞动的精灵 随着食盐的加入,它们被调和在一起 如同一幅精美的画卷,色彩斑斓 当开水侵入锅中,一切都开始沸腾 萝卜的甘甜在水的热情中逐渐释放 萝卜的甘甜在水的热情中 这时,我们将它倒入砂锅中 海鲜菇和荷包蛋悄然加入 上盖子,让火候中的汤料互相温柔,递交融 胡椒粉的点的点缀,食盐的再次加入 每一样调味料都不是简单的存在 它们在汤中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共同创造出了一种味道的和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最后,当枸杞和葱花洒入这锅热气,腾腾的汤中 更加入了健康和活力的元素 汤品完成了,它不只是一道简单的夹,长菜菜 更是一道温暖人心的佳肴 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 无论是早晨患,醒晨睡的味蕾 还是晚上温暖疲惫的身体 这道荷包蛋萝卜汤都是最贴心的选择 这锅汤,它讲述着食材最朴实的故事 讲述着萝卜和鸡蛋经过乔说转化成的温馨故事 每一口汤都能感受到萝卜的清甜 荷包蛋的香浓,以及那海鲜菇特,有的鲜美 它们在汤中相遇,就像是在讲述着 一个关于冬日温暖的故事 让人在每一口热汤中都感受到家的味道 感受到季节的更迭 感受到生活的温馨,与美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